报读补习班、商科、语文和电脑等 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 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 查一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 看清楚课程和收费 学费要逐个月交 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 包括用信用卡交完 还要保留学费收据 长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